小平議員就是最近跟宜萱姐有點高尚 她說她不覺得自己有哪裡做錯 還說妳是在蹭她的聲量 是不是可能在擔心說以後 在中正萬華變成她的對手 我在中正萬華上一次就已經參選過一次 那我深知中小平她是什麼樣的人 那她在節目上公然造謠說 柯文哲拿金華城的公關費三到四億 至今她沒有拿出任何的證據 所以呢我在當天晚上在地檢署前面 我已經公開的要求中小平限期道歉 但到現在我們還是沒有看到 中小平有正面的回應 我今天再次喊話 中小平你要不要趕快道歉 不然就拿出證據來 現在連檢調都還沒有查出金流 你憑什麼知道說柯文哲有拿金華城三到四億元 你指控人要有證據啊 不是這樣隨便上節目就編故事造謠 這是什麼樣的民意代表啊 我們這邊還是要求中小平限期道歉 否則我們最快就明天要去跟她提告 如果你今天不道歉 我們明天就會提告 為什麼看她今天已經到北檢 然後就是跟檢察官報告說 她有獲得所謂的請資 掌握柯文哲買商辦的消息 還有資金的來源 買商辦的消息不用她獲得請資 大家不是都知道嗎 然後資金的來源到底在哪 就跟我剛剛講的啊 三到四億的這金錢到底是在哪裡 她不要跟社會大眾說明 她有這個膽子跟大家在節目上面亂造油 她就有必要也有義務要跟社會大眾說明跟解釋 而不是只是好像暗地理跟檢察官說一說 就這樣交代兩事好嗎 你怎麼看 解釋培剛剛就是在專訪的時候 他就是把公展跟當時金華城案848龍基金獎勵的事情連結在一起 說過文章蓋了六個章 這個六個章喔 我後來去查了一下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簡書培議員當了這麼久的議員到底是 是不懂還是裝笨 這個六個章呢 其實過去呢 我們在市政府裡面的這個公文呢 簽合有所謂的叫簽稿病程 那所謂的簽稿病程就是同一份公文 裡面有給市長要簽合的 後面還有公開展覽的東西 所以他的所謂六個章其實都是指同一份公文 那所以我們不知道簡書培到底是笨還是故意不懂 小平議員就是最近跟這個宜萱姐有點槓上 他說他不覺得自己有哪裡做錯 還說你是在蹭他的聲量 是不是可能在擔心說以後在中正萬華變成他的對手 我在中正萬華上一次就已經參選過一次了 那我深知中小平他是什麼樣的人 那他在節目上公然造謠說柯文哲拿金華成的公關費3到4億 至今他沒有拿出任何的證據 所以呢我在當天晚上在地檢署前面 我已經公開的要求中小平獻其道歉 但到現在我們還是沒有看到中小平有正面的回應 所以說呢我今天再次喊話 中小平你要不要趕快道歉 不然你就拿出證據來 現在連檢調都還沒有查出金流 你憑什麼知道說柯文哲有拿金華成3到4億元 你指控人要有證據啊 不是這樣隨便上節目就編故事造謠 這是什麼樣的民意代表啊 所以說我們這邊還是要求中小平限期道歉 否則我們最快就明天要去跟他提報了 如果你今天不道歉我們明天就會提報 你怎麼看他今天已經到北檢 然後就是跟檢察官報告說他有獲得所謂的請資 掌握柯文哲買商辦的消息還有資金的來源 買商辦的消息不用他獲得請資 大家不是都知道嗎 然後資金的來源到底在哪 就跟我剛剛講的啊 到3到4億的金錢到底是在哪裡 他不要跟社會大眾說明 他有這個膽子跟大家在節目上面亂造油 他就有必要也有義務要跟社會大眾說明跟解釋 而不是只是好像暗地理跟檢察官說一說就這樣交代良事好嗎 那你上次在總統王法是落選了 那你這次可能因為應小為人身是有跌下來 然後這次變成有機會選上了 這個選舉的事情我目前都還沒有辦法去思考 因為我們現階段就是希望能夠趕快讓主席的這個現在目前面臨到的狀況先度過難關 所以你怎麼看解釋培剛剛就是在專訪的時候他就是把公斬跟當時金華強案848融機獎勵的事情連結在一起 說各文者有改了六個章 就是同一份公文裡面有給市長要簽合的後面還有公開展覽的東西 所以他的所謂六個章其實都是指同一份公文 好那所以我們不知道檢書培到底是笨還是故意不懂 這件事情我們已經好這件事情我們已經從這個金華城案到現在 不斷的聽到這些議員們 而且還是資深的議員們在誤導社會大眾 那柯文哲主席這個所謂的簽送公展 其實都是都市計畫在變更的過程當中一個非常正常的程序 那這個送公展會跟各位大眾解釋一下 就是申請人他有權利來針對他的這些計畫提出變更 那提出完之後呢 市政府也必須要向社會大眾來公開讓大家閱覽 讓大家來看看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簽送公展根本沒有所謂的決議 或是同意任何事項的這個效力 而是讓社會大眾來閱覽看看有沒有問題 所以他們從頭到尾都在誤導風向 說柯文哲簽的那份公文是決定了840%的這個容積率 這都是一個錯誤的解讀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很遺憾從過去到現在你可以看到 好 我們很遺憾從過去到現在你可以看到各大電視台呢 都會針對相關的案件進行報導 那政論節目呢就把金華城案甚至是三大案 五大案當作是好像八點檔連續劇一樣 在每天每天一爆 但是這些爆出來的料 都不是有證據 甚至是口說無憑 那我們也很遺憾看到我們的司法單位 竟然每天有這個時間看政論節目 然後呢透過政論節目來辦案 這件事情如何讓人民來相信司法還是有公正性的呢 就好比說檢察官認為這個紹秀沛是畏罪潛逃 結果人家是出國休息 出國放假 結果檢察官連約都沒約就說人家畏罪潛逃 這樣子的這個定義 跟對當事人的這個侵害 難道是名嘴告訴你他畏罪潛逃的嗎 還是說你是看政論節目 認為說他畏罪潛逃呢 所以我們很遺憾 也希望呼籲司法還是要有他的公正性 不要只是看電視辦案 聽名嘴辦案 我想這件事情對於當事人 甚至是對社會大眾來說 甚至對於台灣的司法法治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 現在是不是有聽說好像有小草親生 是被司差貓告的其中一位民眾 這你們有感到嗎 好其實我們在今天早上看到新聞 也才知道這件事情 那所以呢我們就積極的透過各方來管道來了解 那但是呢後來好像發現說 他的確就是當天有出席活動的小草 這位小草呢其實長時間也都有跟我們 不管是我們辦的活動也好 我們辦的這些相關的課程也好 他都有來參與 那我們也非常遺憾看到這樣的事情 但至於說他到底是因爲什麽原因 情深這件事情我們可能還要再進一步了解 宇軒那想問一下 因為當初110年11月那個時候 那時候兩份公文 當時候的議員也有講出說 柯文哲土力金華城的關鍵公文 不過這兩份公文上面蓋的章是這個假章 那假章不就代表說是這個 彭正真副市長蓋的嗎 那這部分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是所以在這個市府裡面 他們有這個所謂的文書處理要點 那針對這些蓋章的規範呢 其實都是分權來受 分層來授權用意 也就是說呢 市政府裡面有甲乙丙丁物己跟新章 每一個章他所授權給不同的首長 是大家有不同的規定 那像假章當時 假章當時就是 是交由彭正真副市長 所以呢 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一份公文裡面 蓋的是假章 然後上面寫的就是 他親簽的這個簽名 所以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就 也不要再誤導社會大眾 好像說把每一個公文都 都說成是柯文哲受益要簽的 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澄清再澄清了 主席說他不了解審議的過程 但越來越多都委就發文說 市長這樣有蓋 他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這樣 不是 審議的過程是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 主席從來沒有參與過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 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呢 其實是由副市長彭正生 擔任審議委員會的主席 所以市長不會去干涉任何的個案 也不會去參與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 會的審議過程 在2022年 問得出席金華園區動土典禮的時候 他說等到金華廣場落成之後 就是放大版的豪豬飲員 所以顯見他對這個容積應該是有一定的危險 他當然會希望說一個市政的推展 一個建設的成立 他可以變成是社會大眾所喜歡 或者是說台北市可以促進發展的一個地標 那如果這個就可以擴大解讀成他知道容積率 我覺得這有點太過了 對 對就是早上我有跟大家說明 就是在上個禮拜五呢 原本主席就是要去台大醫院看科霸 那因為他要動手術 那對於一個九十幾歲高齡的老先生要動手術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我們有了解到說 其實科霸有說他希望等到科文檢來 所以才會說在安排說上個禮拜五 能夠讓主席親自到台大醫院 然後去簽手術統一書 那沒想到就是 檢聯就上門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後來還是有盡情守住 那因此昨天主席回家之後 他就第一時間趕快休息完之後 趕快去找科爸爸 那看看他的現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他現在也非常關心爸爸的身體狀況 那昨天這主席他晚上就去到這個大安區的朋友家 有被拍到 是主席的朋友還是科媽媽的朋友 具體的朋友關係我們是不太清楚 但是 的確就是因為科媽媽有需要贊助台北的需求 所以才會去找我一個朋友家來借助 那目前主席是怎樣參與的狀況 那現在其實你們昨天也被問到 他說是來工作 那現在來到台東大龍 那目前是有處理誰要來處理嗎 我覺得他應該有一些個人的事物要處理 我其實也不太清楚他在做什麼 我們看科市府院內的都發局長黃毅廷 是中華工程的董事長特助 因為跟這個威京集團有一定的關係 所以被認為是要有點刮庭以下 他現在不是還在蔣市府嗎 我覺得大家可以再去問問看他 到底有沒有相關的這個背景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代替任何人講話 所以既然他如果現在還在蔣市府 那大家可以去問問看 怎麼看彭副市長是不是覺得有點委屈 因為他被這個 他看到柯文哲主席被無告情侶的時候 他好像有說為什麼我被壓 但是他和主席沒事 這個是他的律師說的嗎 我們不太清楚 這是不是彭副市長他的行程 因為我也是看到新聞報道 但是我也還沒有去查證 他到底是律師說的還是真的是有這件事嗎 不太清楚 你先想問說剛剛那個李偉華 就是中平會的主委李偉華說的話 說目前沒有這個代替民主席的問題 想問一下他目前是黨內有做出這個扣案的話 沒有既然如果是 我還沒有看到李偉華主委說的啦 如果既然是李偉華主委說的那就是 因為中平會他還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所以當主委如果真的有這樣說的話 那就是以主委的說法為主 今天就還有報導 就是白英州決策有七個核心小姐 那你也在裡面 那就有人說這個 在主席請假之後 黃國昌委員便實習主席的這個開始 好像越來越明顯 怎麼看 其實我們在被檢調搜索的第一天 我們也有召開了臨時的中安委員會 我們也跟社會大眾有一個會後的記者會 向大家說明 就是由黃國昌委員擔任共同召集人 緊急應變小組的共同召集人 那這個共同召集人也包含的就是 剛剛提到的中平會主委李偉華 還有我們的中安委員林富男 所以呢 其實黃國昌只是在共同召集人的其中之一 所以 大家都是一個集體的共識 就是覺得在對於這一次的這個應變上面 大家都會努力的在自己的能夠做的地方 盡一份心力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特地的把某一個人放大 然後說他就是在為了下一步的布局